各位好 最新的皇室TV已经在几个小时前更新了 这次呢我们的胡子哥哥 胡子叔叔我是说 宣布了一条十分震惊的消息 在这次的更新中呢 他们会把2v2按钮给移除 你们有听错 他们确实决定把2v2按钮从游戏中移除 但这并不意味着2v2模式的消失 取而来之的是派对模式 在派对模式中 玩家依旧可以游玩普通的2v2模式 但在这基础上 将加入其他游戏游去的玩法 比如2v2炸当人 玩家依然可以像普通2v2一样 通过派对模式来获取宝箱奖励 钱不丢出奖杯 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模式 我已经迫不期待 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玩派对模式了呢 我好像没有朋友 另外伴随着游戏更新 将加入一种新的游戏模式 卡牌三选一模式 和选卡模式的性质差不多 玩家可以从三张卡牌中选出一张牌 连选八张来组建自己的卡组 同时玩家将可以看到对手的卡牌选项 十分有意思 这种模式将先加入有一张的选项中 如果玩家反应好的话 未来可能会正式加入游戏 另外另外 本次的黄石TV中透露了有关新卡牌的信息 这是这张展示出来的紫色部队卡牌 一些老玩家可能对这张卡牌有的强烈的既视感 包括我 没错 这张卡牌就和光帆几年前泄露出来的 游戏怪物十分相像 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除了长相以外 光帆还透露了它是一张强大的低肺牌 我在这里稍微胡扯一下 看这张牌的颜色 我推测它可能是一张类似冰人的卡牌 一只低肾水消耗的桥坦 死亡后可能会像乔夫一样留下狂暴效果 不过会短暂一些 或者按照肾水怪物的逻辑去推测 它可能是一只行走的肾水采集器 也可能是一只低消耗的小坦 但是被消灭后 对手将获得一定量的肾水 类似双面刃的效果 你觉得新卡牌会是怎样的特性呢 留言跟我讨论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想聊一些更多关于本次更新的内容 请关注一下皇室TV 他们会介绍 目前我只知道这么多 拜拜